地震频繁的发生 是不是意味着 大地震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也可以这么讲 因为我们呢 整个的环太平洋地区 都属于地震合约的地区 很多地方都有震 可是让我们加州 这些年呢 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地震 一些小的中小型的地震 这就让我们呢 不得不感觉到 好像大地震要来了 为什么 能量在积蓄 就像一个弹簧 你压得越紧 一旦它送的时候 反弹出来就很大 所以这个大地震 就确是 有可能发生 加州呢 是处于一个特殊的 这个地质特征 大家知道 我们加州呢 是两个板块的交界处 一个是太平洋板块 一个是白美板块 而这太平洋板块呢 一直在挤压 夹着这个白美板块 向这个西北方向在这个挤压 每年大概会飘移了大概是两个 两到四个厘米吧 那很厉害 所以这个加州 这个最大的断层呢 就是这个 沙安德烈斯断层 从南到西北方向 总共有1300公里长 深度可能差不多有20公里的深 而且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沙安德烈斯断层呢 有很长 但是呢 它北端呢 是容易错断 北端 南端呢 也是一样 唯独是中间那一段呢 它只是一个徐边的一个段 所以就使得我们加州这个地震呢 就很有特色 要么是北边段 要么是南边发生很大的地震 就是南北两头容易发生大地震 是的 而且由于这一个缓冲的这个段的存在呢 也使得我们加州的地震呢 呈现出一个很难捉摸 很难 更加很难这个预测的一个方块 对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 这里小震那里小震 就是说小震多了 它肯定就会有大震的可能 往往是这样子的 在历史上很多大的地震 发生之前呢 都产生了很密集型的小地震 但是呢 小地震 也不能说明 好像非得发生大地震不可 这个是 所以是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但的确是 很多大地震发生之前呢 就是很多的小地震 一般我们指的这个大地震 一般是达到什么级别以上叫大地震 一般这样子的 五到六级是属于这个中等的 中等的 六到七级是属于这个强震 强震 七级以上属于大震 八级以上属于特大震 特大震 那现在目前来说 有可能遇到的是 七到六到七级之间的 不是 我们现在属于这个加州大地震 则是七级以上 七级以上 属于这个叫做 Large Earthquake 就相当于是1906年的 旧金山大地震就是七级以上的 是的 1906年4月18号 发生的那场地震呢 是七点八级 七点八级 跟唐山地震 那个时候 对跟唐山地震一样 那个时候呢 当然那个时候人比较少 但是呢 也造成了 差不多是有三千多人 遇难 而这个遇难呢 除了是防护倒塌 造成了之外 更多的是因为 地震发生之后 产生了很大的火灾 它那个水跟不上 因为那个水管都破裂了 不坏掉了 水跟不上去救火 所以导致了很 惨烈的这个 这个事情 就是地震的衍生灾害 造成的 我们经常就听到说 地震带 那么就是说 地震带的这个概念 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是指什么 这个地震带呢 是跟我们这个 所谓的断层 是连在一起的 那是不是断层附近 就叫地震带 对就是 就是说了 由于 由于大高数的 我们的地震 都属于所谓的 地质构造地震 由于这个地震的 这个地质的构造 指的就是这个 断层的存在 当然其实这个地震 也有可能是 别的东西诱发的 比如说 像朝鲜搞那个核试验 我们在东北 我们就感动在镇了 对 那就是属于别的 诱发的 当然还有就是 水库 修水库之后 那都是人没的 都是可能诱发地震 比如说我们那个 三峡大坝建了之后 后来发现周边地区 这个小震不断 对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总理来讲 是构造地震 那这个断层呢 这个存在 一旦它产生这个破裂之后 就会产生地震 然后很多人都说 就说这个加州的这个地震 已经这个严重的超出了 这个数据统计的这个时间 如果爆发的话 是不是就会不堪设想 刚才你不是说 你做过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叫什么 大概的调查 统计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呢 这个由于加州 这样一个所谓的 big one 大地震 地区 还没有发生 而且是根据我们这个 对过去数据的统计 跟研究呢 也觉得它这个地震 是时刻都要发生 那么我们在这个 对这个大地震的产生 会带来什么后果 其实我们也做很多 这种研究工作 我们在加州 其实住的 在这种工作是蛮多的 那么在2008年 我们就发表了一个报告 就是针对 如果是加州 出现了7.8级的这个大地震 就相当于那个 1906年 九金山 九金山的地震 这样一个所谓的 残景地震 是个假想的一个地震 假想 如果它发生了 带来的最严峻的后果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这个加州 这个有关部门 我们有300多个 这个科学工作者一起 联合发表了一个报告 在报告里面 有详细的这个描述 比如说 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这个地震 会持续差不多两分钟 两分钟 这个震动 那么带来对人员的 这个遇难人数 可能要达到1800人 1800人的死亡人数 那么呢 大家受到的这个 所谓的受伤 人受伤 大概有两万左右 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呢 那是根据这个摩尼 当这个断层从南边 这沙特西南边往北 这个断裂撕裂了之后 这个波传播到我们的这个沿途 经过我们那个Riverside San Bernardino 到我们洛杉矶 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地方的这个地面加速度有多大 哪有多少的房屋会倒塌 会产生多少的火山 有多少的水管会破裂 考虑它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有可能不会真正的产生那么多 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预估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让我们做好准备 就是防备 万一这个发生了 其实这个七两八级 我们也说不准 到底是多少 这个证据也多大 其实是说不准 而且这个沙特西南边断层 到底是哪一段在断裂 现在只是说是南端发生 又为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数据统计 现在说明南端因为很多年没真了 上次是1857年 最完呢是1680年 所以它可能就是最有可能的 是这样的 而造成这个经济损失 如果七两八级地震产生之后 可能是2000亿美金的一个经济损失 我是对经济的这个冲击 对人员的伤亡当然1000多 也是很厉害了 因为在过去这个六年几级 我们实际的人数都没有超过100人 虽然我们也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但是对人员伤亡其实是比较低的 这也是我们这个整个家住的这个房屋建筑方面的安全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达到像七级以上 那就不好说了 六年多几都没问题 因为我们目前得到的地震都是六年多几 这里有网友问了 他说请问严老师旧金山地震的几率是不是比洛杉矶更大 这个北加州呢 其实有一个模型 这个我们这些年啊 有一个在2015年 我们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地震预报的统一模型 这个发现了是的 这个北加州 九金山比洛杉矶更大 产生 比如说像北领大地子 6.7近的大地子可能性呢 是要稍微略大于南加州 差不多95%比93%而已 相差一点点 相差一点点 其实也差不多了 99%了 也差不多 如果是大地震的话 可能其实就是真的是差不多 是 然后刚才您一直在说这个区域和地震带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如果是我们身处在那个位置上 可能就会更加担心 那么对于自己居住的这个 我们现在自己居住这个区域 我们应该如何评估 它的这个地震的这个这个灾害的可能呢 所以这个就是三部曲 对我们一个具体的地方 对老百姓来说 可以自己自查一下 这个评估 三个方面都有网上的这个工具可用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 对 其实很难 大家可以上网可以查一下 主要是这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网站 看断层 对 或者是加州交通厅 第二个就是这个加州资源保护厅的网上 查这个所谓的地面灾害的一个分布 也就是说它的地面的加速度有多大 再一个就是特殊区域的确定 也是加州这个资源保护厅上的网站 都可以查得到 你把这个关键词输进去 就可以查得到 嗯